上週六上午 亞利桑那州斯科茲戴爾東北部的通託國家森林 爆發野貓大火 目前有318名消防員、21輛消防車 4架直升機和4輛運水車在現場協助撲滅大火 截至週二上午 火勢燃燒面積為14,283英亩 23%受到控制 天氣方面 經過當地的冷風有助於控制火勢 不過 未來幾天持續炎熱乾燥的氣候 加上可能出現時速20英里的震風 都有可能會導致火勢加劇 雖然起火確切原因仍在調查中 當局以把他列為仍為因素 目前 巴特利特湖路仍處於關閉狀態 而通託國家森林被關閉的部分 預計最快要6月19日才會解封 據官方報告 野火最初是在凱夫西湖林區 巴特利特湖以西附近被發現 火勢在24小時內 從500英亩迅速擴大到約5000英亩 美國林務局因此於淡晚關閉了森林部分地區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郭約熙綜合報導